哥们 你把自己男朋友在一边 在这里抱别的男人手 男朋友 好吃吗 是不是太没形象了 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说过 吃炸鸡的时候 一定要用手抓 因为手上最后的酱汁 才是精华 好人确实这么说过 但是自从当演员以来 就很少有机会这么吃了 一不小心就会被狗仔拍到 到时候我现在再也不用手套了 本来还在想 到底这个习惯从哪儿来到 现在终于想下了 你现在的样子要是被狗仔看到 明天又是头条 谢谢 你干吗突然又这么客气 那 我要说什么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 好像我们又数远了很多 怎么会啊 对了 对了 你带批扇子呢 说起来确实好久没联系了 也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 只要你没事 那边应该也没事 有道理 那我们的关系呢 什么 我是说 我们的关系还是没有变过吗 没有啊 但你跟郁明的关系有变过 对吗 没关系 既然过去的自己没有成功过 那我决定再试一次 妈 妈 妈 你看到这又美了吗 我们到处都找不到她 别急啊 再找找 我陪你去 走 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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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又美 别吓唬我呀 怎么了 她俩不会有危险吧 你先别出场 她们不会真的有什么危险吧 刚刚确认关系的一对小情侣 大晚上会去干吗呢 真的好危险啊 你这人怎么 嘘 嘘 我去找一下傅小颖 你不用去了 她自己会回来的 可是她不知道新情况 我去跟她说一下 免得坏事 张曼儿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我接下来要说的话非常重要 请你认真听好 请你认真听好 张曼儿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就像我爸打我一样没有道理 从小学您给我念课文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从国外来 还笑又自卑 所以我选择将表白藏在心里 但有一天我长高了 有自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却又变故横生 但在这纷繁杂乱的变故中 有一件事情从来没有变过 就是我越来越喜欢你 也不知道我自己表白过多少次 在过去 在未来 在平行时空 在梦境里 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肯定的答案 今天 我可以得到一个不同的答案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拒绝过你很多次 可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算了 因为对于我来说 只有这一次才是有意义的 我想 你已经知道我的答案了 可是我还是想听你亲口说出来 你的固执 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跟你表白了那么多次 每一次都无疾而终 被你拒绝一次 也是好的 你转身离去 你转身离去 再看不见你 再看不见你 谢谢你 你的喜欢 让我的学生时代 很美好 还是朋友 当然 离别的拥抱 你的梦境 太阳拥抱云 多福我 行我离去 我想你 看见星河在你看我的眼里 这一刻的梦境 谢谢雨昊 第二次暗示这张都不管用了 他晚也会来 你不需要慢慢动你 现在 你看这个鞋 我又想见你在这边的梦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你把自己的男朋友问在一边 在这里抱别的男朋友 什么 男朋友 什么男朋友 怎么回来 自己男朋友都不记得 努力清醒 闭上眼睁视力 那些日子的画面 好美丽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这简单的秘密 想念一个人 会有一万种生意 每一种都是 爱的眼神可能性 生命中有焦急期许 别足以 要丢掉叹息 我又想起你在这边的夜里 心虚不听话 自顾自 跑出去 只陪我睡着 习惯新的想你 说话与其 那一段回忆 那一段回忆 格外的甜蜜 有好多的话 想说来不及 如果可以 我还是会选择 再遇见你 难道 过去又改变了 死于迷 你又想干什么 我没想办法呀 你背着我和别的男的 老老老老老 成何其中啊 你管得着吗 我是你男朋友 我怎么管不着啊 这都不能管的 就算你是我男朋友 你也管不了这么多 这里好冷啊 我们进去吧 你 困吗 干嘛 你要不困的话 我带你去个地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